今天的午餐 想要用堅果麵包 然後用蛋牛奶用成法式吐司 再配兩片芭樂 開始 今天中午簡單去吃 法式吐司 堅果吐司版 因為家裡沒有蔬菜了 所以 用芭樂來代替 芭樂也是對孕婦很好的一個水果 開動 一邊吃下午茶一邊剪片囉 今天的下午茶 一根小黃瓜 剛剛去全聯買的 然後再加上一些堅果 整個買晚餐回來囉 這個是橙汁肉飯 泰山那邊的 好吃 然後 還有八方雲集的餛飩湯 再用一碗一盤燙青菜 下午去買的秋葵 還有一碗 Postco的花椰菜 開動 一碗 我們可以做到一碗燙 說明 一碗燙 吃飽啦 但是白飯沒有把它吃完留一半 哈囉大家好我是Sel哥 我是小金 今天是我的金克商第七七集 來 來 開始 我今天有兩個留言對不對 對 都不是 落足啊 落足 對 他在一集裡面留兩次喔 哈哈哈哈 可能因為不同的內容啦 喔 對 落足說 講魚鐵熊會透露年紀啊 我是不會承認的 不過真的有像 落足也是那個國片派的 對 對 透露年紀啦 我會喔 會 那個沒有 沒有六七年級生是 應該看不到這部片 對 對 而且當年有多經典 你看香港四大天王就差那個誰 黎明 對 就差黎明沒有演而已 你看一部電影可以把香港四大天王湊集三個 哇 很經典 很不得了 對 對 對 來跟大家等一下 還有一個留言 還有一個咧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還有兩個 對 落足說 他問我說 盡量不吃澱粉 但可以吃小麥類嗎 因為他看我每天幾乎吃麵包 他是不能吃啦 吃的會脹氣這樣 因為其實 呃 我覺得啦 盡量不要吃精緻澱粉 譬如說像 吐司 白吐司 然後 白米飯 那一種的 但是如果說真的很想吃的話 營養師是說可以吃那種 全麥堅果類的 五股雜糟糧 然後 就是量 少一點啦 量盡量少一點這樣 那我吃小麥類我是不會脹氣啦 麵包那種 OK 我是麵包體質 對 然後那今天的話呢 因為早上想來點不一樣的 就用了那個法國吐司 你去哪裡學的 法式吐司 算是自學嗎 還是有 有看人家做過這樣 嗯 對 這是你第一次做 呵呵 對 對 如此奢華的做法 呵呵 我想說 你是不是今天要做炒蛋對不對 就不是 嗯哼 喔 原來是這樣 對 然後我還有加牛奶 嗯 秘訣 炒蛋秘訣又不是法式吐司的秘訣 是 它那可以沾滿那種麵包 讓麵包更濕潤 嗯哼 嗯哼 因為沒有蔬菜了 所以用拔辣 然後所以吃完飯我就去全聯買了一些蔬菜 我買秋葵啊 買那個小黃瓜 然後還買了一個蘿蔔糕 營養師也可以說可以吃蘿蔔糕 嗯哼 嗯哼 好 所以下午餓了吃一條小黃瓜 那晚上呢 欸 蛇哥終於下班了 嗯 對 那他幫我帶便當 今天吃 泰山也是好吃的橙汁炸肉便當 之前有介紹過 嗯 對 然後蛇哥吃那個 好吃麵線 嗯 然後我們再燙了一點青菜 跟買了一碗 溫燉湯 好 所以 來結算一下 嗯 今天中午用的那顆蛋五塊 然後小黃瓜這樣算起來一條 十一 嗯 那晚上的話呢便當八十 溫燉湯二十五 嗯一百二十一 再加上燙青菜秋葵跟花椰菜二十 嗯 一百四十一 最後就是 七十五 就是七十一嘛 七十一加保健品 七十四等於一百四十五 OK 累計採進出來了 總共是 兩萬兩千零六 啊 今天又是木曜日啊 一日糖果 Artist 嗯 還蠻有趣的 唉唷 對 好 待會跟大家一起看啦 今天我們是音秀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明早上 八點見 掰掰 我們又更通了耶 是因為迅速著重的那個概念 真的啦 嗯 嗯 很危險啊 很危險啊 很危險 很危險啊 很危險啊 下面 下面喔 很深啊 我看不到啊 怎麼會看不到 不要啊 我現在已經看不到我們下面了 沒有喔 要衝一點啊 OMG 他現在死爆檢查 有沒有紋路 認成嗎 沒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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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搞我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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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如果 欸 欸我怎麼有認成我 呵 呵呵 呵 他會先 紅紅的 嗯 對 一開始會先紅紅的這樣 嗯 可能一條一條一條 然後 久了之後 他就會變 這樣 我會先變飽 再變得飽 反正摔了應該都還好吧 最後一條 有一條 二條 二條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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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